好 其實這一次胡錦濤到達了這樣的美國來訪問 意義也是相當的深遠 在過去呢 其實在過去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也曾經經歷過非常多 這個非常不太愉快的時期 甚至是包括當時一個是共產 一個是自由的陣營 兩方是敵對的 但是當時到底是怎麼破冰的呢 原來是一顆小小的乒乓球發揮了效果 來看看這則報導 即使面對日本桌球國手胡怨愛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也不怕 畢竟乒乓球可是大陸的國球 更是大陸的外交關鍵球 湯姆漢克演的阿甘是虛構的 劇情卻是真實的 40年前 也就是1971年 中美正從民主共產的勢不兩立 逐步朝對話方向前進 當年4月正在日本民谷 舉辦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一名美國隊員搭錯車 也意外開啟了中美的外交大門 有那麼一天我們正上車呢 去參加比賽 剛剛那車準備開 這時候從外的 奔下的跳上了一個 長頭的一個運動員 在後邊的USA 車裡人可全看見了 最後他主動和美國運動員握了手 並送他一幅中國杭州之錦作為紀念 這段中美情誼引起了國際重視 原本大陸高層因不滿美方一中一台的政策 迴絕了美國對訪華的要求 不過毛澤東反覆思量後 最終拍板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登陸訪問 這次的訪問不僅國際矚目 也為隔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鋪路 我們想利用這個機會 代表中國人民 向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民 至於親切的問候 毛澤東用小球推動大球 乒乓外交終結了中美20多年來 人員交往隔絕的局面 卻讓台灣的外交地位 自此孤立受創 中天新聞百姓宇綜合報導